日期与时间函数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以后遇到日期 该怎么做计算 因为很多人对于日期真的没有办法 好像就是不知道 怎么去计算日期 更不要说怎么去计算时间呢 很多人也不太会计算时间 感觉好像时间这个东西 怎么算都会容易出错 所以像那个日期跟时间 如何做一个计算 最简单 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下一个范例题 就是讲到这个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这一题刚好也会讲到 比如说今天日期 那当然很简单嘛 你插入函数里面呢 你可以用日期及时间里面 要抓到今天日期的话呢 那顾名思义就正对嘛 那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参数 所以按确定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得到今天日期 那它回来的东西基本上 是一个 其实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其实如果你把这个格式 这个里面的格式 把它做一个改变 改变成什么 改变成通用格式 也就是说它原来的格式 你不要把它用日期 你会发现 它实际上会是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呢 日期在Excel里面 真正储存的是一个整数 是一个数字哦 OK 那你想说 怎么会是一个数字呢 明明是一个日期 那基本上 根据官方说法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基本上这个数字 就是跟1900年 其实这个数字 跟那个1900年的 00 1900的1月1号 相差 相差几天的意思 OK 所以一直到1900年1月1号 到今天为止 总共有42446天 OK 那也就是说 以后如果你要做日期 加减很简单 就是把后面的那个日期 减掉前面日期 就会是它什么 它 截至目前为止 它出生了几天 天数比较好 可是比较麻烦的计算是月 因为月31 30 2月29 或者28 这个比较麻烦 一年365天是固定的 不过呢 如果你要去计算 当然还是需要用到 其他的函数 好 那这个当然顺便说一下 这个我想 先给各位一个观念 出称和格式 那为什么会变日期呢 因为你把这个日期 你这个数字给它一个日期 它会自动帮你格式化 为什么 因为它就利用1900年1月1号 看格式的时候 自动帮你每365天 帮你换算一年 剩下的就帮你处理月 再帮你处理日 看到的就是一个标准的日期格式 OK就今天 好 那接下来的话 算年龄 那算年龄要怎么算 以前的话 可能你会用那个义额函数 我义额函数会有个问题 也就是说呢 像这个人 2月18 他已经刚好满了 所以 会多一岁 但是下面这个8月1号 他还没有满 可是你还是给他一岁 那就不对了 所以 这个部分的年龄 应该算他 有没有 真的 实际上 有没有达到那个年纪 而不是算他 算那个 前面年 如果说你要算真实的年龄的话 一般会用有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他在插入函数里面是找不到的 可是非常重要 那个未来后面还会再讲到 有一个叫做 要自己打 这个没办法 因为这个函数 会有专利的问题 在微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 Dedif这个函数 加到他的清单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函数非常重要 但是要自己打 比较麻烦 那这个函数怎么拼呢 Dedif 再加一个Dif Dedif 钱瓜糊 那怎么去计算 特别注意 他需要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前面的日期 比较前面日期是生日 第二个是后面的日期 就是今天日期 一个是前面的 一个是后面的 逗点比什么呢 你可以比至少六种 其中如果你要比相差几年的话 你可以给个Y Y这个是一个字串 所以前后要加双引号 再加一个后刮弧 不要打错了 再打勾之后的话 他就会自动帮你算出年龄了 那底下的话 因为这个今天日期要锁起来 其实只要锁什么 锁裂就可以了 所以你把二的地方把它锁起来 因为固定在第二列 那因为向下填满是 裂号会增加 但是我不要增加 你就把它 把它怎么样 因为你会发现它变三 那我要把它锁起来 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好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的好处就是说 这个89岁已经满了 可是如果你先把它改成什么 3月28 就没有满 你按Enter会怎么样 有没有 它就变88岁 那Dative这个部分 就是会帮你除了算年之外 还会再比它的月跟日 有没有真正的满 OK 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老人津贴 那这个条件 就是要年满 什么样呢 70岁 而且必须要怎么样 住在涉及 涉及在新北市 或台北市 或这个地方是或 那做法当然有可能怎么样 可能可以用那个几个方法 这边有提示用LAT 用LAT不行 跟应该是 应该是RITE才对 那或者是说呢 两个是或 所以这个 这两个其实也可以用什么 用偶尔函数 所以做法上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符不符合条件 如果 如果有那就符合 那另外就是不符合 把这个先复制一下 好 那这边的话呢 第一个插入函数 用什么 用那个逻辑嘛 所以这边一样 先逻辑函数 然后用IF IF里面的话呢 当然 我们有可能是 这个AND 这个 所以直接就先打个AND 所以打个AND 直接打AND 那AND呢 刮虎 第一个条件是 这个要大于等于80 这个大于等于70 逗点 第二个条件怎么样 要涉及在台北市或新北市 那有什么方式呢 其实要不就是什么 用RITE嘛 有没有 RITE是从右边算过来两个字 RITE两个字哦 那因为台北市 新北市 后面两个字都什么 都北市嘛 所以第一种做法 你可以用RITE 有没有 刮虎 然后这个储存格怎么样 逗点两个字 如果这两个字怎么样呢 R还没结束哦 等于什么呢 北市 北市 所以你这边要自己打上 北市两个字 如果是北市的话 那表示什么 它是 条件 OK 我们要的条件 好 这个70 而且是北市 那这个的话就是什么 符合标准 符合条件 反之就是不符合条件 多一个不 OK 好 按确定 那当然往下填满 理论上 如果是涉及台北市或新北市 应该都会符合 因为这年纪都比较大一些些 那第一个是用Rite 我刚刚是用Rite把它做出来的 不过后来就有同学说 不过有些同学还蛮激 他就想说 老师那我不要用Rite 我要用什么呢 用那个 偶尔的话 可不可以 当然没问题啊 只是 你要熟悉啦 我想 这个是最基本的 函数应用 无论如何啦 你VBA刚开始不会写没关系 至少你要先把事情做出来嘛 对 那你这个还是要熟 你这个做出来之后 你要再转成VBA 其实也不难 两边其实很多地方是雷同的啦 OK 只是说你可能要 有点像转换语言的那种 把它转过去 那这边的话 如果说我用R的话 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打一个R 那R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在End里面 再打一个R 这有点复杂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呢 我们一样条件 就这个1 1怎么样呢 很简单嘛 就是1 一样是 这个地方 先点一下 15这个储存格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台北市 所以这边打一个台北市 第一个条件 豆点 所以豆点一下 然后第二个是新北市 因为后面都一样 所以我的习惯是把它复制一下 在豆点后面怎么样呢 把它贴上去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新北市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应该就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后面瓜糊少一个 OK 好 这边会红色 因为有时候太长了 有的时候说真的 非常不好做 要不就是 应该这样OK 有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格子太小 你看不出来的话 没关系 你就是把这个往下拉一点点 有时候我从这边看也可以 因为这边看 那一定有个前瓜糊 一个后瓜糊 颜色你会发现 在资料编辑列里面 它会帮你贴心的换色 所以这边一定是绿色的 对绿色的 这边紫色的对紫色 然后呢 偶尔里面呢 它又会去帮你一个条件 两个条件 这样会比较清楚 如果格子里面呢 你看不清楚 因为它你会发现 前面东西已经不见了 看上面会比较清楚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直接按确定 理论上 这样应该也是 最后结果应该也是一样 没有不同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应该在我的云端上 也可以看到 这个好像 我有 这边有一个O OK 这边有个Right 两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刚刚有 用了Today 跟Daddy 如果那个 Today跟Daddy 你来不及记也没关系 云端上面 也都有最后完成的画面 你可以参考一下云端